然后有25位朋友想知道说 请问对于台湾的人工智慧机器学习的未来的看法如何 很好的问题 台湾的人工智慧其实算是起步相当早的 不管是从早期的一些统计方法 或者是说现在就是各个部分 我们叫做AI on the edge 或者on chips 所有这些不同的地方 AI融入到各个不同的 就是硬体的每一层的这个产业链里面 台湾的人的贡献吧 学术上的贡献 是相当相当好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好比像说像杜一锦老师 就是PTT的PTT 他就是创占的 那他来他回来台湾创业的时候 他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因为目前AI是在一个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使用 因为脑里面大家一两秒不假思索的事情 就可以抽出去让AI来解决 可是呢大家最大的问题是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跟这种新发现的这种 物种不是很聪明 但是可以帮我们批次处理这种事情的物种 去相处这种applied的地方 就是他到底要怎么样融入社会 这件事情 那台湾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有三个优势 一个是说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言论自由 所以并不会因为你对AI的想法 感觉上会颠覆政权 莫名其妙你就被消失了 台湾没有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是说不管你想要结合哪一个不同的领域 AI它本来就是一个跨领域的东西 不管是结合传统产业 或是跟人比较相近的服务 设计这些产业 在台湾其实大概都找得到人 所以它是有一个把上下的产业链综合起来的能力 那第三个就是说 台湾对于这个新的全新的东西 它融入社会 比如说Uber要怎么样融入社会 全台湾都非常有兴趣讨论 而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的民主国家是很少见的 就是说大家对于公共事务是非常愿意参与 而且是用一种愿意一起想创新的方法 去把它融入的方法去做参与 所以它很适合作为一个就是AI的lab 就是AI要怎么样融入社会的一个lab 那我自己对于AI技术的要求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因为我在入阁之前是做12年国教科发会的委员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说 我们理解到说每个小孩未来 他可能都会面临到 他觉得他很擅长做某件事情 但是那件事情AI到最后就做得比他好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对于一个小孩 他的自信其实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在把 以前的克刚的能力导向的教育 变成素养导向的教育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能力导向就是说 可能就是你七岁进入国民教育的时候 分成五大科或者七大科 然后在每个科里面呢 人跟人之间是可以互相比较的 你的成绩好成绩不好 跑得快跑得慢等等 那这些东西未来呢 其实它都是工具性质的 也就是说刚刚有一个朋友 我看到问这个关于智商 智商测验我觉得是目前最没有意义的测验 因为智商的那些题目 就是尾式测验的题目 你只要手机上面灌正确的app 然后你能够带着手机进去测的话 每个人都破表 也就是说其实它测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就是手机现在整天在帮大家做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equalizer 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只要愿意把它outsource出去给人工智慧 或是不是人工智慧 只是一般的演算法来处理 其实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是非常强的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去认同说这里面工具性的操作性的 就是任何人来做都一样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冗工的部分 或者马克思说异化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现在说工具人的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其实以后就是人型工具做了 工具人永远比不上人型工具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小孩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太过于去认同特定的技能 特定的能力的话 那就很容易会有这个integration 就是融入上面就会有反弹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是素养导向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我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练特定的技能 不是去点那个技能数 而是说我有一个社会使命 或我想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我自发的想要去解决社会问题 而且我愿意跟人互动 我愿意用更好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 这些素养 那每个人是自己不同的维度 那就没有可以比较的地方 也没有能分胜负的地方 所以竞争力这三个字就可以消失了 那没有竞争力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人就不会跟机器竞争 那人脑跟电脑 各自就可以做各自好做的事情 那以上这一大套听起来很理想 但它完全是建立在每一个 即使再偏向的学校 都应该有宽屏 都应该能够连到AI的计算资源 而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够使用上 所以我们跟大家借了一些 请用特别预算 来确保这件事情的顺利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